耶,我們今天要 我們今天來到新鋪 我們要來掏耳朵 然後這家是Cosie 又忘記怎麼唸了 最近掏耳朵很盛行 所以我們今天來體驗玩耳朵 現在的話就是幫你做一個臉部放鬆 然後把泱泱的感覺帶到耳朵這裡來 好可怕 沒有耳朵就代表更清潔嗎 可是你清潔方式掏入耳朵是手傷的喔 這個的話它是比較硬一點的毛 它主要的也是幫你把裡面的耳朵裝出來 感覺都噴嗎 覺得很癢 感覺很癢 就像你的耳朵都 就像婚姻黏在耳朵上 是不是很餓 對不到 這能耳朵嗎 這能耳朵嗎 好可怕 可以啊 這個是鵝毛 比較柔軟的毛 耳朵紅啊 其實是代表乾不好 可能在熬夜啊 連治理的關係 我是滿常熬夜的 我覺得這有關喔 腦門的感覺 腦門那麼深嗎 就我覺得它在跟我的 我的 爐內做對話 為什麼你耳道算滿深 你真的不要再用 那個 梅花棒了 耳道很深對 然後耳朵就會一直推進去 啊 因為又深又小的 就很容易塞住 好 我們就來幫你做震動 這個深度OK齁 有放在前嗎 那好像有被頂到的感覺 它可以按摩你耳內的穴道 然後還有刺激三叉聲音 三叉神經可以幹嘛 那你精神比較好啊 一般民眾好像很喜歡看這種 噢對啊 耳道裡面的東西 對 很變態耶 可是像之前我有一個客人 他就是也是去這種店 但是他的耳道很乾淨 寬敞且乾淨 然後 可以停時亮跑車 然後 這也是本來對挖的都有興趣 其實還好 只是我個人還蠻需要挖的多點東西的 然後 然後就去學啊 因為挖到後來蠻有興趣的 你說挖出我兒子的那一刻嗎 對然後各種不同的耳道啊 很大會嗎 什麼啊 所以洗眼皮的良效是 它可以降眼壓 然後清洗眼鏡裡面 髒污油油的東西 所以我可能會有 奶油會老出來 對會會流眼淚 像現在就是空污很嚴重 其實就是洗個眼鏡 牠癢 Punyuuuuu 那牠是磨受不了 所以是用精油嗎 對 牠是木質調的精油 然後還有本身有那個 拉緊緊的作用 已經歪了 已經歪了嗎 真的要拉 歡迎收看女人我最大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掃兒竹 兒竹是什麼 主要的功效就是可以去除了那一時期 像他的耳朵就是濕濕油油的人 就會很適合這個東西 因為他可以去除了那一時期耳淚擴向 然後也可以安定 安定情緒跟晚上的睡眠會比較好 那如果本身就是安定的人的話 那就是還是有去除了那一時期的功效 然後你就會聽到很夢幻的仙女棒的聲音 欸真的耶 什麼聲音什麼聲音 仙女棒就是燃燒的聲音 燒一整隻喔 很長是不是 你知道火有多大嗎 火很大嗎 火 很旺喔 很旺喔 超大 好了 所以安定我要張開眼睛的一次嗎 我想要覺得很貴 但是 就覺得非常放手 就是推薦大家來 對 今天桃耳都非常舒服 然後還有做那個眼皮的叫什麼 洗眼睛 對 一切都非常的舒服 那感謝我今天來到 Kozy 那現在我們今天來桃耳14 耳瑄 Yeah 掰掰 掰掰 再見 再見 哈哈哈 Yeah